今天假日我來打一下PK場 我雖然現在這個背包已經有收集到了 但是還是要繼續累積啦 因為還是要把這個嘴巴跟這些地方換一換 這個臉部好像沒得換 好像頭四跟嘴巴還是可以把它換掉 這個還蠻好看的 比原本的那個新手包包還要好看一些 來看一下 這個背包 這個背包好像1500的樣子我忘記了 那它的功能呢還算不錯 看一下 加生命的 那你如果要吃高級一點的料理的話 你可以到艾爾帕蘭那邊去吃 我們傳過來艾爾帕蘭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料理非常貴 而且它是比較高端的 好像是V級料理 那我最近呢我把這個 介面改成按右鍵 可以是說移動 跟那個標準的傳說對決的Moba 手遊模式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定呢 大概是從這邊去左手 點這個開啟鍵盤 在這個眼睛的地方這裡打開耶 可以把它調整這個 深度喔 就是你的快捷鍵的顯示 那我大致上是調一半 那還有這個地方 這裡這裡有一個右鍵 你要透過右鍵來執行的話 你就點這一個 然後把它拉過來 那我先來講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我先把這個右鍵拿掉 先這樣子 我這樣子右鍵一樣可以 那我來講一下 WASD跟你右鍵操作哪一個比較有優勢喔 來看一下差別在哪裡 你看我現在用WASD操作喔 我如果按W 就只有亮起來耶 然後我按D它只有亮起來 你要再D加W 這樣子它才會去做移動 所以我按過來 再馬上按第二顆鍵才有辦法 你如果再按慢一點 你看這樣子 它就回到這裡就卡住了 你會發現你按鍵就卡住了 我怎麼按它就卡住了 你一定要同時按兩個鍵 這樣子 它才會去做移動 所以這個東西在PK場 尤其在執行一些 公升彈影還是迴避方面 你會發現它很嚴重的卡住 會卡死 你一定要按D加W 或者D加S 它才會去做移動 你看我這樣單純按它只有亮起來耶 所以我在一開始開服的時候有跟大家聊到 但是 那時候一直在找右鍵的方法 那後來有人跟我提到說 可以嘗試一下看看用右鍵的方式去做移動 就完全像那個傳說對決的方式在玩 所以這個WASD是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現在會漸漸的朝向我直接用右鍵去做移動就好 那我們可以將這個下面這裡開啟鍵盤配置 然後點這個右鍵這個地方 把它拖過來喔 放在這裡 然後按保存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用WASD一樣可以用 那你要用右鍵去移動也可以 那只是說我最近想要嘗試 盡量去用右鍵來移動這個遊戲 因為我相信這樣在PVP的時候 它在公升台語會比較有彈性一點 不然我怕到時候彈到一半又卡住了 那我剛剛講喔 艾爾帕蘭的料理其實很貴 但是它是比較高階的 來看一下 這一個 等一下再來吃 我先帶大家看商店 你如果要進PK廠的話你可以先吃一下 但是這個很貴喔 這都是兩萬乳起跳 它是V街的 它跟你在普隆德拉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邊先不要買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邊的料理 吃下去特別強 我來吃一下V料理 然後 一個暖心 那還有什麼呢 體質 不知道能不能重複喔 看一下 這樣子兩個我看能不能重複 喔可以耶 可以重複喔 所以這樣還蠻不錯的 那我把它開好 進去PK廠 我這週的銀直勳章已經到了 所以 不知道能不能再獲得一些豆子硬幣 或者銀直勳章這樣子 喔兩個 真的是 三萬七耶 蠻厲害的喔 再來再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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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右鍵在移動這個攻城台也會比較靈活一點 不會像原本WST這樣有點卡 所以這樣我是覺得比較愛 不過他還是會朝原本騎士的地方飛走 只要說打騎士要這樣子用攻城台也去躲 這樣騎士就追不到你 先繞牌 哇 又沒有打到 這次就有了 這裡躲著誰啊 看一下 藏了藏了 這個已經藏了 哦 怎麼蹲 跳了 還被拉回來 太扯了太扯了 哇 逃掉 差一點就死掉了 看一下現在血啊 有磁體的料理 4萬2 這補不回來啊 你如果用那個治癒術要補很多下 因為他剛剛有被扣血了 所以我這樣阿一拳加一拳就死掉了 雖然那個騎士來講很難把他打死 我覺得還是拚他修羅拳比較穩定啦 不然有時候 明明就彈指神通打敗就被人家幹屁喔 一個暈眩就差不多了 賣罩 賣罩 呵呵 欸 又在這裡 他飛了又 又跑回來遠點 剛好飛了就在我旁邊了 太可憐 跑不掉了 那這個長頂翅膀也是好按快一點 不然有時候你一飛 飛到人家旁邊 還是被人家抓到 然後這個技能男一直沒有開第二排的其他格子喔 是因為那個變身葉子太困難了 根本買不到 你有錢你也買不到變身葉子 因為你要升級成一級冒險之下你要兩個變身葉子 然後重點現在是有錢也買不到 所以就一直沒有升 喔 是不是咧 冰一堆人咧 賣罩 他應該再一下就要躺吃吧 三下 這蠻厲害的 來 看一下 沒有R出來 有跳數字但是沒有打到 好像聽說是你只要那個範圍離開了就會 被閃掉了 欸 我現在拿不到鬥士硬幣了耶 你看我現在都沒有了 應該這一周打到極限了吧 沒關係啦 還是當作玩爽的 597啦 你看我那個鬥士硬幣不會再增加 殘血 我如果磨滿的話就可以把它幹掉 不過我不想要那樣子燒錢 所以我來都這樣太賞了 我海鬼卡還沒有買到 因為才差一百萬 不太好存耶 一張卡六百萬 賣罩 欸 靠腰有人圍毆我 不讓他擋 嗯 試測是吧 奇怪怎麼打不到人 剛剛那個齒路不同那個地方啊 有量啊 可是沒有打到死 沒有人可以鎖定 來了來了 外罩 哇 兩萬D欸 他沒有死欸 他真的蠻厲害的 能量外套一直開吧 他真的蠻厲害的 賣罩 賣罩 就是你了 暈太久了 死掉之後呢 這個可以磨跟血全買 其實蠻不錯的 吃吧 來看一下能不能讓他藏 聽說你只要跑出那個三馬外之後 你就阿修羅就有可死 可能會失敗 剛剛打出來是七萬 要這樣子 到他前面來 這樣就可以了 飛走 有飛走 有飛走 剛剛那個騎士的血沒有到七萬 所以你要注意喔 你會阿修羅的失敗 有一部分是因為 對方已經跑出你的 三馬外的距離 也就是三個人的距離 所以你會發現 你怎麼阿修失敗 有一個要來追殺我 來看一下 有一個刺客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好 好 這判定的真的是很糟糕 只要人家稍微動一下 你就會阿修羅失敗 這可以暈了 暈了真的是跑不掉 所以我把光碧拿掉也是一個很高的功能 就只能跑啊 沒有光碧的情況下只能跑 再打個幾個人 我就要出去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獎勵耶 懶得打了 像剛那個刺客沒有跑 他就是一定會被打到 他沒有跑出我的範圍 所以他阿修羅就直接可以把他吃下去了 鐵匠真的跑很慢 來吧 送你一拳 鐵匠追不到人 然後一個回馬槍就把他幹掉了 7萬多 然後力量料理 V級 所以V級可以打7萬多 然後到時候 海葵卡再差上去大概8萬 再來一次 這個2萬多的樣子 我剛剛有沒有看錯 刺客 刺客追不到我了 欸 靠 這是怎樣 太誇張了喔 明明都跑走 好 今天打得差不多了 這樣子已經鬥士的硬幣拿到上限了 不能再拿 所以先離開好了 好 天啊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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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